刘衍 你这带我去哪儿啊 你先别问那么多了 上车给你解释 不是 你不把话说清楚 你这不会去的 你今天要假扮一下 我的男朋友啊 假扮你什么男朋友 你不都结婚了吗 我那是假结婚 你刚才说什么 假结婚 对 我跟刘燕结婚是假的 当时我特别着急 我实在没办法 我就只能找刘燕 帮我这个忙了 现在我想跟她离婚 她又不肯 所以我只能来求你 只要你去她就会同意 那我 那我去也不合适啊 陈小枫 我这辈子只求你这一次 我就耽误你一个小时的时间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找你 我再也不求你 上次你妈走的时候 你是不是来求我 让我假扮你的女朋友 有没有 有没有 有 现在跟你还我人情了 你什么事 你真的是 Celebrate 我 我们在家里 我们在家里 都可以 都可以 就 你们在家里 没有 来 那我 我们俩和好了 你们谈吧 记住我跟她说的话 朱颜 你跟文静的事 她都跟我说了 我谢谢你这段时间 对她的照顾 我是真心想跟文静在一起 希望你们跟她离婚 重选我们吧 我们走干嘛 韩文静怀了你的孩子 被家里离婚到处相亲的时候 你在哪儿呢 韩文静上产前培训课的时候 你在哪儿呢 你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她每天怀疑怀疤 韩文静睡不着觉 吃不下饭的时候 你在哪儿 你现在跑来跟我说这个 你从哪儿骂出来了 行啊 刘烟 别说了 你说什么 你刚才说什么 你刚才说什么 文静怀了我的孩子 装什么糊涂啊 你是她男朋友 她怀了你孩子 你不知道 对 我是怀孕了 我怀了你的孩子 那天我去你家里找你 我都想告诉你我怀孕了 我不知道你已经有女朋友了 我以为你不要我了 我知道韩文静心里边一直喜欢的是你 闻不下别人 我以为时间长了一点一点的 我能感动我 没想到 原来这一切都是误会 是啊 误会是人类发展中的一大障碍 不过我没想到 你那么久都没交女朋友 要是韩文静知道了 估计也不会和刘烟结婚了 我一直以为文静和樊斌 当然不是真的 你想想 要是真的 我还能跟她成为好朋友吗 看来我真得找文静好好聊聊吧 既然孩子的亲爹回来了 按咱们协议的规定 那得算是正当理由 我希望她以后对你 比我对你还好 刘烟 你所有的好我都记住了 这段时间跟你们在一起 我挺开心的 真的 谢谢你啊 别客气 我也挺开心的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叫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曾经拥有啊 我能像现在这样我已经足够了 我将来能回来看孩子吗 以后你就孩子跟爹 真的 就这么定 咱还拿这个 咱俩以后还是朋友吗 朋友 是朋友 咱比朋友还亲呢 咱俩什么关系 前夫和前妻 跟你家人说了吗 谁还没说呢 我说不出口 你这事闹了吧 乱七八糟 然后呢 他们一时半会儿肯定也接受不了 毕竟这大孙子最后都没报上 替我跟他们说声对不起 没事 没事 我可能要离开这儿了 你去哪儿啊 北京总部 他们之前一直让我过去 我呢就 就再三推辞 现在 没啥牵挂子 我就去呗 那你以后还回来吗 你说 你说这段时间我已经顾着谈恋爱了 我忘了我自己是谁 既然感情整成现在这样 就把工作弄下来呗 是吧 那边要是好的话 我再回来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老队 这给你 什么呀 打看看 打开看看呀 太贵重了 你拿着呢 我都没给你 这是给孩子 就是啊 就是啊 就是将来啊 我不在孩子身边 我也希望有这么个东西 把这孩子长大以后 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像你一样 聪明 漂亮 那个 你 你将来 找个机会 你给孩子说一声 是吧 你说在他出生之前啊 还有我这么个爹 然后他上学的时候 如果要同学欺负他 你就给我打电话 不管我在哪儿 你给孩子 我不说了 再说我怕你变过 刘远 妈 妈 我给他 应该可以 你不能在哪儿 你也不在哪儿 你怎么在哪儿 我都不在哪儿 你不能在哪儿 你不是在哪儿 你也不在哪儿 你怎么在哪儿 你不是在哪儿 你也不在哪儿 你不在哪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